上次我们说到,封城秀吉在中国陷入空前苦战 黑田官兵卫资深前往友刚城,试图劝降荒布村众 三月城之战和三部城之战的结果 则是以三宗渡资界方外的形式交代过了 在这里还要交代一个上期漏掉的重要信息 那就是虽然难以考证明确的时间 但天正五年七月时,官兵卫肯定和秀吉明确了在支田势力中的上下关系 这个信息对解释接下来的事非常重要 这里是巫女花散岭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订阅哦 如上期所说,信长念及荒布村众昔日功劳与秦义 承诺只要村众回到支田阵营便可以既往不救 事实上,当信长收到荒布村众反叛的信息时 表现的与我们通常对他的印象相反 信长没有发露下令进攻 而是大迟一惊,反复询问家臣们他为什么要叛变 之后又几次派人牵线大桥 联系荒布村众询问反叛的原因 试图劝说他回心转意 首先,信长派遣了他们共同的茶友松井西贤带队 加上和荒布村众是儿女庆家的明智光秀 以及信长很喜欢的小姓万箭众援 三人处死荒布村众 向村众传达 如果你把你的母亲作为人质 然后你自己到安徒城来解释原因 也不是不能原谅你 还凹脚起来的是吧 荒布村众直接一个果断拒绝 然后信长又派明智光秀带队 加上与财秀吉一起再次出死荒布村众 借两个村众的直属丧尸之口 暗示只要取消叛变就当无事发生 既往不救 荒布村众还是一个果断拒绝 顺手还让儿子和明智光秀的女儿离婚 把他送回到板本城 表明的态度没得谈 信长依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问题 黑田官兵卫因此得到了这个空前的升职加薪机会 在这个时候 黑田官兵卫属于在中国地区小有名气的 会整些预料之外的狠活的家伙这种感觉 信长知道他要去劝降荒布村众后寄予厚望 承诺他也可以使用信长本人使者的名义 可见信长多次尝试后实在是没辙了 但现在还是不想武力镇压荒布村众 如果黑田官兵卫能说服荒布村众的话 他的仕途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黑田官兵卫敢于单刀附会 自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过于热心于出世公民 他的前老板小市正职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按照日本大学创始校长金子坚太郎所著的黑田如水传所写 因为荒布村众是和小市正职一起叛变的 黑田官兵卫先到自己的祖君小市正职的居城拜见了解情况 官兵卫声称其他的家老谁都有可能是毛利家的耳目 要求与小市正职单独谈话 正职答应下来 而后官兵卫向正职小以厉害 正职则盯着这位自己刚刚展现过毒辣手段的年轻家老 官兵卫说完之后小市正职略作思考 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你的建言我很理解 因为现在小市家的立场来看 黑田官兵卫依然是小市家的家成 因此正职用了回复陈子敬言的语气 我现在突然背叛知田家 投靠毛利家 完全是受到了荒布村众的游说 如果荒布村众能改变想法 回到信长阵营的话 我也想继续追随知田家 你去一趟友刚城帮我劝降荒布村众吧 就这样小市正职派遣黑田官兵卫到友刚城 但他又通知荒布村众说 已经设计骗官兵卫到友刚城 希望你能帮我除掉他 官兵卫在前往友刚城之前 先去了一趟三部城 在那里他约见了封城秀吉 并告诉他自己受命前往伊丹 劝降荒布村众 后来官兵卫到达伊丹时 荒布村众已经收到了小市正职的密信 于是邀请他到内城 在那里荒布村众安排了数名伏兵 活作黑田官兵卫后将他投入了地牢 此事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下旬 那么按照黑田如水传的说法 官兵卫更像是在展现了自己的毒辣手腕之后 遭到小市家其他担心 知田信长渗透太深的家老们防备 于是打算趁这个机会除掉他 但是作为好友 荒布村众最终也没能按照小市家的要求 下手杀死他 而是把他囚禁在友刚城的地牢中 同样按照黑田如水传的情节 汁田信长方在失去了官兵卫的消息后 信长怀疑黑田官兵卫已经被判 既然不愿意从友刚城回来 那么一定是加入了荒布村众的阵营吧 愤怒之下信长下令 处决黑田官兵卫在汁田家的人质松瘦丸 也就是后来的黑田长镇 长镇是在之前秀吉出征剥魔时带回来的 现在在族中半兵卫的监视下住在长兵城 信长就命令族中半兵卫说 你现在立刻去一趟长兵城 处决了人质黑田长镇之后回来告诉我 但是族中半兵卫知道黑田官兵卫是不会叛变的 他回答信长说 官兵卫去了友刚城不回来 肯定有其他的理由 不如说官兵卫本就是忠义之士 而且拥有非凡的才能 是一个即使自己受到重大的挫折 也愿意帮助弱者的人 对这样的人物都没有确认情况就草率杀死他的人质的话 以后便是和黑田父子结仇了吧 听完这番辩护 信长更加火冒三丈 完全没有听进去 半兵卫眼看再说下去也没有意义 于是放弃劝说前往了长兵城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半兵卫还是决定抗命 他从长兵城把黑田长镇悄悄带出来 送到了自己的居城菩提山城城下厅的家城居所藏了起来 这些事没有被发现 思田方就当做黑田长镇 已经被卒中半兵卫秘密处决了 这是比较有名的证明信长生涯后期性格暴力的事件 但我觉得站在信长的角度想想 认为黑田官兵卫叛变也是合理的 其他的死者都安然回来了 就读读黑田官兵卫没了阴性 换谁心里都犯嘀咕 黑田官兵卫出死失败之后 信长彻底失去耐心 他下令与正在交战中的十三本院士弹劾 策反了支持荒布村众的慈木城城主中川清秀 和高规城的城主高山右近 集中周围全部力量进攻荒布村众的友刚城 天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抵抗一年之后再也无力支撑的荒布村众 资深逃往牢利家领地 他的家臣们开城投降 友刚城之战结束 不过荒布村众的家人们就惨了 友刚城城破的时候 他们没能逃出去 于是成了信长迁路的对象 十二月十六日 信长下令 在京都六条河园 把荒布家五百一十多口活活烧死 虽说是很残忍 不过在知田信长的记录里 这次屠杀的规模其实根本排不上号 信长更加大开杀戒的时候多的是 但是这是他第一次 对整个家族赶尽杀绝 而荒布村众本人则是等到秀吉掌权之后得到赦免 黑田光兵卫这边 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整整一年 他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不过由于长期被禁锢的条件过于恶劣 他的腿和腰已经无法恢复 从此一生都伴随着腰腿疼痛 无法正常走路 眼睛也因为太久不见光 而受到了不肯定的损伤 从此势力极岔 对如此惨状依然没有背叛的官兵卫 信长没有给予奖赏 但是显然此后信长对官兵卫的忠诚非常信任 基本是有求必应 第二年 也就是天正八年 官兵卫的祖君小四正直 桃往毛利家寻求庇护 信长将小四家领土中的一郡 以及额外的一万弹领土赏赐给官兵卫 合计三万弹 一生追求功名的不是奇才 黑田官兵卫孝高 也是经历了如此艰难之后 才终于踏出了作为大名的第一步 成为名为战国的游戏桌上的一个小玩家 激励了后世日本很多怀才不遇 大气晚成的豪杰们 关于祖宗半兵卫抗命隐藏黑田长政的事 信长表现出了他作为领导的气量 诚恳的向官兵卫写信致歉 说明了半兵卫如何救下黑田孝高 可惜的是半兵卫在半年前的三部城之战时 已经死于疾病和劳累 年仅36岁 官兵卫在领地里举行了深大的战礼 表示感激 这时半兵卫还留有一个儿子 足中中门 当时只有七岁 中门后来继承父亲的事业 继续为秀吉出谋划策 在秀吉完成日本统一之后 他以和内国安肃军为主 破风六千弹 家族一直延续到明治年间 本来足中家有两次大截难 一次是秀吉出征朝鲜时 要求所有的大明出兵支持 已经有点被秀吉忌惮的黑田孝高 还是敬言说 中门年纪太小 恐怕有去无回 于是足中中门要求出战时 秀吉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 另一次是在官员之战时 足中家战队西军 正在搞烧东西的黑田长政 劝服了足中中门转头东军 两家实际合作几乎没有 但方便的时候 黑田家会稍微捞一下这种感觉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传统友谊吧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